第三十五集 我叶晨今天就用你的头颅献祭给我死去的父母 随后叶晨直接毁灭了摇金谷的身躯 至于他的头颅则找了个黑色的袋子装好 放在了墓碑前 做完这一切 他又去山下的二十四小时超市买了几瓶白酒 再次来到父母的墓碑前 身子斜靠着饮酒毒醉 五年以来他不敢让自己喝醉一次 但是今天他愿意纵容自己一次 就当陪陪父母 那个五年前死在云湖山庄的父母 早上九点 一辆甲壳虫缓缓驶向天荡山 虽然孙姨担惊受怕了一天 但是每年这个时候的九点 他都会雷打不动的来看看那死去的叶家三口 如果他不来看 真的就没人看了 那有多可怜啊 这个习惯他维持了整整五年 他在山下找了位置停好车 手里拎着一些上坟的东西 一步步向着阶梯而去 阶梯很长 他走了三分之二的时候 已经香焊淋漓 气喘吁吁 突然 他眼眸一缩 因为他发现叶家三口的墓碑前 居然坐着一个男子 因为距离太远 他有些看不清 男子好像是在喝酒 嗯 难道是叶家的远房亲戚 孙怡带着好奇之心继续向上爬 慢慢的 那个男人的轮廓开始渐渐清晰 当他完全看清那个男人的刹那 他整个人震住了 大脑一片空白 更是下意识地退后了几步 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眼眶泛红 身躯颤抖了起来 竟然是他 这一刻 没有人知道孙怡的心情 或许如惊涛骇浪 在心中不断地翻滚 照理来说 这个家伙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因为他和五年前灭门的叶家 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眼前他却出现了 真真切切地出现了 叶冲 叶陈 我早就该猜到了 他喃喃了几句 彻底恍然 眼泪更是控制不住 孙怡心中已经肯定 那个家伙就是消失五年 所有人都认为死掉了 可就是找不到尸体的叶陈 那个曾经救过他的男生 没有死 他还活着 这段同居的时间 他不是没有怀疑过 眼前的青年 虽然对方和叶陈 外貌千差万别 气质也是截然不同 但是那种熟悉的感觉 不会有错的 叶陈 他回来了 带着一身金天地 气鬼神的能力回来了 如果真要说 五年前 或许死的只是那个 被江城所有人耻笑的 叶家废物 而现在 叶陈早已撕掉那张废物的面具 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面具下 是那无数人都要仰望和巴结的叶先生 孙怡突然又想到了那天 不小心看到了叶陈的身体 满是伤痕 触目惊心 这五年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一定很痛苦吧 亲眼看着父母被杀 苟且偷生 孤身一人 背负仇恨 这种痛苦 远远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他根本不敢想象 当时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在坠落东前湖的刹那 内心是有多么的绝望 活着比死去 所要承受的痛苦更可怕 孙怡一步一步地跨上阶梯 每走一步 他都想起一些事 那天 焦书然当着全校师生 无情拒绝了叶陈的表白 他清晰地记得 叶陈的脸色是有多么的苍白 他只能远远地看着 看着无数人指着叶陈的鼻子 骂他废物 他想站起来反驳 但是他没有勇气 他的力量太渺小了 根本不可能和那些权贵的孩子抗衡 但是他知道 叶陈其实根本不是废物 当初他赶走那群混混的样子 无比的英勇 在他那颗少女心上 如烙印一般清晰 从那之后 叶陈整个人消沉了 没有笑脸 天天旷客 活得如丧家之犬 他好几次借着问问题 想要劝导叶陈 却都被拒绝了 直到后来 叶陈好几天没有来上课 学校更是不闻不问 他去了叶陈的家里 才知道叶家已经被查封 从此江城再无叶家 而叶陈和他的父母 都死在了一场宴会上 官方说是偶然事件 但是他越接触才知道 那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他根本了解不到的阴谋 阶梯走完 他已经来到了带着一丝醉意的 叶陈的面前 叶陈 你别喝了 听到这清脆的声音 叶陈微微一震 抬起头 看到了一个美丽动人的少女 她微微惊讶 张了张嘴 孙姨 你怎么来了 孙姨擦掉眼泪 微微一笑 蹲了下来 从叶陈手里夺过白酒 直接喝了一口 她从来没有喝过酒 瞬间就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这酒 怎么那么呛人啊 孙姨随手就把手中的白酒 甩了出去 认真道 你也别喝了 等下跟我回家 说完 便不等叶陈反应 点燃了蜡烛和香 微微跪拜 嘴里念叨着 叔叔阿姨 今年是第五年了 好久不见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 叶陈回来了 真的回来了 叔叔阿姨 你们放心 我会帮你管着她的 不让她乱来 不过说实话 我真的为你们生出这样的孩子 而感到骄傲 她是我见过的 最优秀的男孩 真的 叶陈看着眼前的少女 就这样说着 仿佛在和亲人唠家常一般 她就知道 一切都不用解释了 聪明的女孩 知道什么时候 该说什么话 大概说了十五分钟 孙姨才点燃了那些纸钱 待纸钱熄灭 孙姨站了起来 拍拍叶陈的肩膀道 你昨天晚上都在这里吧 看你这一身酒气 臭死了 你爸爸妈妈已经和我说了 让我管着你 所以你现在回家去洗澡 然后睡上一觉 听到没 叶陈心中有些温暖 但还是倔强到 你又不是我媳妇 孙姨挺直了身子 叔叔阿姨又说了 在你没有找到媳妇之前 我就当你代理媳妇 听到没 现在跟我回家 如果你还有什么话想说 我下次和你一起来 叶陈看了一眼父母的墓碑 心想 或许这才是父母最想看到的吧 他再次跪拜了几下 随后让孙姨先下山 允许自己再说一句话 孙姨自然同意向着山下走去 在孙姨走远的刹那 叶陈看了一眼 那塑料袋包着的头颅 咬破手指 在墓碑上按下了印记 从今天开始 那个废物叶陈 已经死在了东前湖了 而现在的叶陈 会将那些失去的一一夺回 云湖山庄的那些人 我会亲自处理 至于那位京城神坛之上的男人 我叶陈会亲手将他拉下神坛 叶陈最终还是离开了 一个小时后 天荡山的阶梯 又出现了一位少女 少女美得不可方物 上身穿着件雪纺衬衫 外面披着一件定制的DGL外套 下身则穿着一条黑色休闲裤 衬托着他那高挑而又苗条的身材 一双LV黑色D根肩头皮鞋搭配下 整个人显得庄严而又高不可判 如果叶陈和孙怡在这里 必然会发现这个少女 就是楚书然 楚书然昨天做了一个噩梦 醒来的时候发现全身都湿透了 他看到日历 才恍然云湖山庄那件事 已经过去了五年 鬼使神差 他就让司机开到了天荡山 他好不容易找到了 那个叶家三口的墓碑 站在墓碑前 他看着那张叶陈的照片 眉宇有些无奈 叶陈啊叶陈 当年只不过 是我楚书然的一句玩笑而已 没想到会让你落得如此尽敌 五年过去了 我有些后悔了 但是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如此 弱肉强食 弱者只有被强者玩弄的资格 宁业加入 才会被那位大人物挥手覆灭 宁业沉弱 才会被我们几位家族子弟玩弄 希望你到了下面 能站坐起来 不要再像一个废物一样不堪 不然 我楚书然还是瞧不起你 就这样 走了 焦书然刚准备转身 突然注意到蜡烛还在燃烧 显然有人来过 叶家都衰败如此了 今儿还有人愿意来祭拜 她的视线又渐渐落在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上 她高挺的鼻子微微一嗅 居然闻到了一股血腥之气 她眉头皱着 微微俯身将塑料袋打开了 袋子打开了 焦书然看到了一个血淋淋的人头 她下意识地退后了几步 身躯颤抖 更是捂住了嘴巴 双眸在这一刻充斥着骇人 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因为这袋子中的人头 她认识 姚金谷 居然是姚金谷 江南省的武道宗师姚金谷 一手金云爪几乎在江南省鼓舞界赫赫有名 一年前 她还亲自和她的父亲去云竹山拜访过此人 当时父亲告诉她 这个男人即将被京城的一位大家族招揽 到时候必然一飞冲天 关键一年前 她还亲眼看到这个男人 在一场切磋中 将十位武道高手打成重伤 恐怖如斯 但是此刻 实力如此恐怖的姚金谷居然被人杀了 更是被人残忍地斩断了头颅 放在了叶家的墓碑之上 作为献祭 到底是谁 谁有这个实力斩杀一位武道宗师 而且她注意到姚金谷的眼眸是瞪大的 就好像死前看到了极其惊恐的事物一般 她在死前到底看到了什么呢 这一刻 纵然焦书然心理承受能力极强 她也感觉到背后积极发凉 那可是一位能够斩杀宗师的存在 这足以改变整个江城乃至江南省的格局啊